- 跟我结婚真的没什么坏处- 那几个女人全都是冲着我外表来的- 长得帅是我的错吗- 保证能让你得到姐妹班的照顾- 对不起- 太恶行了 说不要了- 别闹了 - 我先看 - 俗 - 现在的女孩太世俗了 - 长得跟一匹马似的还想做宝马 - 她怎么不说长得算脱驴似的 - 别这么说人家 - 跟她比较 - 我也算的是男人争的商品了 - 是吧 废废 - 其实你的条件真的挺好的 - 不过我有个情况必须要告诉你 - 不好意思啊 - 去趟洗手间 - 别人信 - 这么多吗 - 要不算了吧 - 初夏 - 你一定是害羞了对不对 - 我 - 你就算是害羞也会继续坚持下去的 - 对吧 - 要不算了吧 - 初夏 - 你一定是害羞了对不对 - 你看丁飞今天费了这么大的劲儿 - 张罗的这个约会 - 你 你 - 孟初夏同学 - 如果你下一次再敢一上来 - 就扔上你一句话 - 把大家都吓跑的话 - 你小心我辣手催花 - 可是 - 有还有一个有还有一个 - 好像不错啊 - 还可以啊这个 - 你是孟初夏小姐吗 - 对 - 你是不是为了配合我 - 把大了自己的年龄 - 完全不想二十八岁的 - 哪有 - 哪有 - 你也被我爸妈看过了 - 你说不清吧 - 你说不清吧 - 这点有的受伤 - 其实我这个人比较传统 - 一个女孩 - 不需要赚太多钱 - 工作方面也不需要太出色 - 也不需要太出色 - 像这方面的事情 - 交给我们男人就行了 - 不过 - 我父母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 - 没关系啊 - 我们的小家庭 - 会带动大家庭 - 都会好起来的 - 你说呢 - 你说呢 - 就了 - 绝对靠谱 - 就这样 - 千万别说那句话 - 先把他稳住 - 稳住以后啊 - 再跟他谈白 - 我还有一个情况 - 必须要告诉你 - 我 - 快去拦救他 - 我不会说人家 - 大事啊 - 你不会啊 - 你去 - 我 - 让我送你回去有情况 - 别 - 你看 - 初恋多美好啊 - 说实话 - 有的时候 - 还真挺怀念 - 学生时代的日子 - 孟响 - 你干嘛呢 - 你啊 - 这点儿 - 你不应该再上课吗 - 妈 - 我还有一个十五岁的儿子 - 叫孟响 - 他是谁啊 - 孟响 - 孟响 - 这孩子 - 我出现 - 出现啊 - 孟响的慢慢 - 慢点 - 孟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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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孟рет - 孟响 - 长 汪翔 你给我站住 汪翔 汪翔 你给我站住 前面骑车的女士 请快快停驾 汪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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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别跟电视上学 要学就学点好人好事 您放心 我以后一定同感前非 保证以后 不再随便跟人借东西 是抢不是借好不好 要不是我们走运的话 刚好碰上公安先生的巡逻车 我们那辆脚踏车 现在在哪儿还不一定呢 你啊 根本就是早有预谋 不知道从哪儿打定好了 我们老板要去那儿骑车锻炼 事先埋不好了对不对 没有没有 这 这没有 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 不再去救责任了 就不要再打嘴仗了 乘口说之外也没什么意思 时间也不早了 都早点回家吧 那谢谢公安先生 您慢走啊 要不是我们老板宽宏大量 不跟你计较的话 你呀不一定能出来 你有完没完啊 不就是那辆脚踏车吗 你还真以为是金子做的呀 真是 那辆车还真是24k包金的 法国牌子20多块 总算是还有一个见过世面的 不过詹先生 就算是我朋友把这辆车弄没了 我也替他赔得起 就是 你们现在说什么当然都可以了 现在是在派出所 当初做抢劫犯的时候 怎么没人给我提赔偿的问题啊 我警告你们 当然了 你们也没必要记住 但是我还要提醒你们 我要詹姆斯不姓詹 OK 说话注意点 你这叫诽谤 起了个英文名 还真以为自己是海外华侨啊 我家楼下卖烧饼的 我勤的英文名可真比您娘子 你们 你们大白天的从别人手里抢东西 难道不是抢劫犯是什么呀 你们简直是不可理喻 不想跟你们废话了 你怎么说话呢 我的意思是 以后要好好做人 别别别别 你干啥你 你干啥你 你干啥也是我的责任 算了 我的算了吧小姐 你自个不还嘴 还不太让我帮你理论的呀 把人又气疯了 好啊 好啊 我知道最近新开的餐厅 我请你们吃饭去吧 打住 去我烧烤店吃 我请客今天 走 走吧 接耳门店 生气是吧她 走 三号巴斯 七号也可以巴斯 霏霏 你干什么呢 我再把你的香精资料库 重新更新一下呀 凑齐五个 我再给你安排一下 我说这事你能不能不操心了呀 若楠 她什么意思 我觉得她是在装精致 我真不是若楠 梦初夏 你说你有什么资格装精致 是 要说咱们这个时代 这座城市 二十八岁的百里圣女 算不上什么太困难 但是你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可就一下子变成寸草不生的重灾去了 拜托你有点紧迫感好不好 我就是因为知道我自己这种情况 所以才不想让你们为这种 根本就没什么希望的事费什么 好香 你可以自暴自弃 但是我们愿意为重灾 捐献自己的爱心 捐献我 若楠 你就在前面帮我们放下就行了 没事 我时间够 我送你们回去吧 不用了 这个点肯定是堵车 你听话 是啊若楠 你不是还要参加什么宴会呢吗 迟到了不好 好吧 快点开 快点开 宴会 要不是若楠的话 这种话 我觉得这辈子都不可能 从我的嘴里说出来 谁说的 咱们公司的年会 不也一样是宴会吗 你是说我们总经理脱光了上衣门场子 跳刚刚舞那次吗 那也太宴了 别说了 一会儿没车了 你干嘛去 坐公交车 坐公交车回你家多绕 打车我送你 对了 干嘛你今天非追着梦想不放 人家一出三的孩子能跑到哪去 有什么话 你就回家说呗 一会儿还有别的安排吗 没事的话 跟我回家见识见识吧 啊 什么女生 什么逃跑 我今天放上去没有看见你们两个 认错人了吧 没事我回屋了啊 看到了吧 这你们家梦想 现在哪像十五岁啊 我觉得我到三十五岁 都达不到他这种心理素质 这孩子啊平时就少言寡语的 从来不肯聊天 最近更是不知道从哪儿学这么一门写照 打死不认 一句话解决所有战斗 这叫你啊 你平时跟人吵架不行 这做家长的总该拿出点这做家长的威严出来吧 看我的 走 走 孟想啊 今天可不光你妈看见你了 我们可都看见你了 看来那个人长得跟我真像 你这孩子 你嘴还挺硬的啊 孟想啊 你现在怎么说也是个男子汉了 作为一个男人 做事就要敢做敢当你知道吗 这个家 没有人教我该怎么做男人 更何况因为我的存在 这个家也很难再有男人了 不是吗 她是相钻小手枪 你是成年感变帐位 你跟她这么一比 简直战斗力为富数 这孩子 真是让我想到我十几年前了 那个时候我也是保健出俏力的很内 我跟你说 这孩子精神器叛逆 我有心理准备 我也能接受 我就是担心 我就是担心他越来越像那个人了 好 不好意思 谢谢啊 不好意思啊 小王 这是二档养性增加的奖品 白血淋水嫩精华保湿系列 对对 主持人 这是下个环节的产品资料 你带你实验看一下好吗 好 白血淋水嫩精华保湿水凝露 放心吧 小刘呢 小刘 赵总那边我已经安装好了 再多十五个证没问题 好的 好的 没胸贴 没年代 这个让我怎么穿上台 可是比基尼不都是这个款式吗 这个穿到身上会散开 散开你懂吗 我想跟别人换一下 孟初见 你干嘛呢 你不是该上台了吗 总监 他想换一下服装的款式 他想换就换 请问你有没有看合同 合同里没有这个条款的话 要么现在马上上台 要么不用领酬劳可以走人了 跟你说过多少次 干活的时候不用客气 他也是希望上台的时候 能够好看一点 我管他想着的 对了 齐总的那个案子 预算你有没有送过去 总监 现在那个项目是小王他们在负责 您调不到这儿呢 你也好 小王也好 今天之内把它搞定 OK 好 就这样 先忙 先忙 什么 李总监也留下查看了 拜托 你难道不觉得是他人有问题吗 除了厉害点 好像也没什么不好的吧 我说菲菲 如果没什么大毛病的话 你就忍忍吧 好啦 我可不像你玩人家 什么事都能算了 我客户给我来电话了 不跟你说了 拜拜 我知道 我知道您跟基地公司的合同已经谈完了 但是 要不这样吧 我知道您今天下午两点还有点空 要不我先请您喝杯开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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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吗 不好意思 我走着走着把脚给崴了 还能走吗 要不要去医院 今天真的是太倒霉了 约客户被客户给拒了 结果现在又把脚给崴了 怎么能那么倒霉啊 你的生意很熟悉 你要找的客户叫什么名字 是八楼的Steven那种键 你 你是那间车是你的 你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接近你的 不管是不是故意的 我还是陪你去医院吧 那我们不谈工作 沈公子 沈公子不就是那个特别帅 特别帅 对 那是什么东西 沈公子 沈公子 沈是 我没听过 有汤诺咖啡喝过吗 它是华裔商人开创的品牌 今年刚三十出头 但是精力超级丰富 在这边 那是在那里 我和大家一起去 沈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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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裁 上周聚会上认识的那位娜娜小姐 正在外面等着呢 那个名模 是啊 社区的门口突然还来了记者 估计你出门之后肯定会被她拦住 然后明天 然后明天的头版 就会是我们两个一起从我家出门的照片 那位名模也算是朋友的朋友 如果您出门之后强行离开 装不认识的话 恐怕也不太好 联系她的粉丝团 偶像难得有空 当然要跟粉丝近距离接触一下 跟社区的门口保安打成招 只要是名模小姐的粉丝一律发展 莫莱 他又在欧洲创立了第二家 龙塔诺创立料理餐厅 真的假的呀 跟美国一样活 真的假的呀 加斯汀偷拍就是在那 龙塔诺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在远方 真美 这事真够远的 快发吧 不远啊 他最近刚刚回国 准备在世界广场 开一家国内旗舰店的 你说咱们去那逛逛 是不是能有预想 可以呀 我这TNC去没什么特别 怎么把你俩没成这样 看男人要看平均分 对 他是看我们说 是体会不到他最佳分的项目 长得帅是吧 对呀 特别帅 这世界上谁也没有我儿子帅 你说的是现实世界 我们可说的是幻想世界 对 女人这辈子 都有那么一个 或者几个男人想得到吧 你难道没有吗 我只有抢不到的打着菜 定不到的辅导班 别理好呀 那边还有七百张呢 赶紧的 后台好像有人叫我 对了 我也有一些事情 初夏 加油啊 谢谢 大家知道 现在我还得都比你 你的 但是 嘿…… 他 就送到这儿吧 你不是还要赶飞机吗 实在不好意思啊 说好不谈工作的 我主动要听的 而且你们公司很符合我的要求 我陪你看完医生再走吧 不用了 你看不出来吗 我是装的 你要真陪我进去啊 我就真穿帮了 丁小姐 咱们真的可不可以不谈工作 喝一次咖啡 虽然我的男朋友 现在正在观察期 但是只要我还不是单身 我就没有办法接受 别的男人的约会 谢谢你的谈水 那我从国外回来以后 到你们公司谈合同 好 拜拜 我昨天看中的那套房子 我决定租了 我回去想想看 贵点也没关系 弹弹弹的就下来了 行 半个小时以后我去交定金 拜拜 天真正 天真 回来了 回来了 出现 我这有弄头会的优惠剑 去不去 有多少 烫然加起来才五百 小王 你这句话里面有才这个字 真不合适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 可是我今天要是不去的话 就过期了 但这个 李总监非让交给齐总 我得回家给莫想做饭 我先走了 我求你了好不好 我求你了 求你了 我求你了 行 行 行行 我求你了 不好意思啊 问一下这么多人在干嘛呢 今天是轮他来餐天开业啊 你这几天没上网吗 这都不知道 我听我不去说过 看来他没夸张还真挺苦的 喂 齐总 我到了 我现在就在这个 这个 这个餐天忙碌排队呢 好 你放心 我尽快 一定尽快 您放心 好 再见 一会儿见 至于吗这么多人 把这个脏备的撤掉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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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裁 我 我没感冒 今天稍微有点过敏 您放心 我一定不会在客人面前打喷嚏 你回去休息两天 等完全康复了再回来 总裁 大家为了今天的开业 接受了那么长时间的维续 真的是满怀热情和期待 您现在让他回去是不是 不论是视觉听觉味觉触觉 我不允许客人在这个餐厅 有任何不舒适的感受 你回来时提供一份医生的这段书 如果这种过敏不是我发行的 我希望你能主动抵较刺诊 当然审视会给你不错的经济补偿 欢迎各位贵宾利林 伦塔诺餐厅 下面有请我们审视集团的总裁 沈岸先生为各位致辞 一直以来 我做创意餐厅料理和丙城的一个理念 喂 梦想 你已经到家了是吧 我有点事得晚点回去 那就是让客人品尝到不一样 顶级的味道 进而可以享受到生活中 你要是饿了的话冰箱里前两天的炒饭 你先吃了 吃之前你先闻闻 坏了的话可别吃 我们的许多食材都是由空远而送来的 纵然是一颗香草 也有可能来自当太早房的墨西德 不好意思 你帮了帮还能吃呢 行 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回去了啊 好 好 知道了 梦想 进车修好了 修好了 我这大书帮啊 在公交车里 紧着日衣凶器 一转日转 再用那大片 瑶瑶 刘彬他爸给他请了家教 我去他家乘客 你来吗 哎 梦想 不好意思啊 车上就剩一个座位了 瑶瑶 来吧 你不是说我对头的你有听力吗 你告诉了 刘彬 我跟孟霞也约了家教 就不去你那儿了 你怎么也约着谁啊 是什么呀 数学 来 三块五 四块七 一块四 算九块吧 哎呦 你 你哪让你这么抹的呀 行 算你九块五吧 你看吧 这菠菜一掐根就知道 撒了好几次水吧 新鲜不新鲜先不说 这水呢 是会压分量的 还有这个白菜 这个里面的呢 都不是特别好 要不 我给你撕开选一选 哎哎 别撕别撕别撕 哎呦 哎好了好了 算了算了 给你吧给你吧 每次叫你们小子啊 哎呦我头都大了 好 谢谢 欢迎光临 喂 金灯我进来了 您在哪呢 来 好嘞 欢迎光临 哇 哎 哎 快来 总裁 一会儿将由您切下第一刀 将这棵特制的水果树 请首日立临我们 隆他诺的客人们共享 嗯 嗯 老板 别说 你着急堵车就堵车 习总 习总 没事 您进 啊 是吗 你让司机不着急 别开晕了 我的小猫本 没事 我等着你 嗯 放心吧 嗯 对了 那天回家之后 你没跟你妈吵架吧 没事 我妈呀 就是一个老好人 一紧张就刺穷 绝对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你妈还挺可爱的 那又有什么用呢 这个家以后 还不是得靠我 她在外面 太不让人放心了 挂了啊 辛苦了 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 为了款待 首日立临我们餐厅 享用美食的客人们 沈氏集团 新任总裁沈岸先生 特意为大家奉上这棵 代表着幸福欢乐的水果树 这上面的几十种水果 来自于世界各地 可以说 有些是难得一见的品种 希望各位 能够跟我们一路见证 我们隆他弄的成长 不要脸的小三 狐狸精 现在我可逮着你了 别胡说 我们是 七总 这怎么回事啊 你你认错人了吧 认错人了 不是那么回事 这好像是上次 在大街上追小男生 抢我们山地车的女人吗 她怎么还成了 别人的情妇了呢 人家跟我们送姓妙 你够什么工作关系 你提前多少天 就在这家餐厅预约呀 还双人情侣套餐 你半夜三更都打电话 说什么宝贝不见不散 是你吧 我不是 你是不是 不是我 不是我 就是你是不是 不是不是 你跟我进去 总裁 这么扑呀 真扑呀 太好了 您帮我说说话吧 行吗 不不不 不好意思 几位的争执影响了其他客人用餐 请你们控制一下音量 或者到外面去解决 对不起啊 这小姑娘清汤寡水的 走到哪儿都有男人护着她 是不是啊 我今儿 我还不信你 别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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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能再闹了 我没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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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我真 我没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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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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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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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为了躲那只羊腿 谁会撞上水果树啊 而且那是精心设计好的 酬冰礼物 哪个商家希望开业当天 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对不起 给你们添麻烦真的很抱歉 不过我的意思是说 扔腿那个是不是 也应该有责任了 那没办法 他们夫妻现在已经逃之夭夭了 责任只能由你来承担 再说了 要怪的话只能怪你自己 不会选男人 我跟那齐总真没什么关系 算了 你们那数多少钱 我赔 餐厅菜单上 一份小型水果打的价钱 是三百五十块 那这颗大的 从做工到用料到耗食 至少也是小型的十倍以上 你说多少钱 这么贵 扔东西的人不是我 撞到东西的也不是我 不都让我一个人赔吧 你可以不拉我做挡箭牌 接住那只羊腿 一切都不会发生 谁能接住那么大一腿啊 只能被砸中 我就是这个意思 为根结底 你如果不去破坏那位先生的家庭的话 怎么可能会发生今天这出闹剧呢 我们不在乎这点钱 可大号的开业时机 就这么被你给毁了 坏谁能轻易就这么算了 可是 可是我 我可以给你打折 总裁 你别跑 总裁 你 这个女人太坏了 你要不要就门卫拦住她 这可点点没在菜单上 而且我从来没见过 再回家吧 在这儿等 这事都没个结果 我告诉你啊 你想糊弄过去没那么容易 我真不是要糊弄 可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 不好意思 借过借过 谢谢啊 不好意思啊 你要如果我愿意在这儿等 那我就先走了 我先回家 你回吧 你赶紧回家准备离婚协书去 我告诉你啊 财产可分我一半 什么分你一半 财产啊 咱的事可都还没完呢 齐总 还没解释清楚呢 这解释不清楚 大姐 我 我跟齐总真没什么关系 你别误会 你叫谁大姐的 他叫我大姐 你什么骂我老啊 你年轻 你真年轻 年纪轻轻的就给你当小三 大会快来看看 那个不要脸的女人 大姐 我不是 齐 齐夫人 要不我们找一地儿 心平气和聊一聊 把事情解释清楚行吗 解释什么呀 事实就摆在眼前 解释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今儿必须给我写保证书 你保证以后 再也不跟我老公联系 你单位地址 领导电话 你从头都给我留下 我写什么呀 我什么都没干 我 齐总 你倒是劝一下呀 我真是劝不了他 你要不然今天就先认了吧 我 齐总 您不能拉我当电背的吧 没事 初夏 若男 你来了真好 又来一帮忙呢呀 来多少人我都不怕 这位太太 我是来帮您的 我的前男友就劈腿找小三 所以我特别痛恨挖墙角的女人 大伙看见了吧 干这种龌龊事的人 连她的朋友都鄙视她 是是 若男 这误会 这真是误会 初夏 你怎么能不认呢 是吗 这位太太 刚才您抓了个正着是吧 可不是嘛 还情侣套餐 还精心磨磨啊 真没有 我们俩 你看这样吧 要是不拿出点实际证据来 他们俩是不会松口的 没有证据嘛 您就让您的先生把手机拿出来 刚才他们俩的聊天记录和短信 肯定还没删呢 我们就拿手机看看 如果在此期间 除了他以外 没有其他女人和您先生联系过 那他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你说对吧 太太 拿出来 没电了 关机了 你是不是想护着他呀 不是 没电也给我拿出来 我知道 你是不是想护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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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找他 我找他 来 你看 我好 等一下 是哪位主厨私自决定做这道甜点的 是你为大师做的 我会告诉你 所有的菜式都在做的 首先我会谈到 这个菜式 怎么会是皮尔大师 皮尔就是您亲自飞到法国请 都没请来的那位甜点大师吗 沈哥哥 喜欢我送给你的开业礼物吗 小影子 精彩 我怎么不早点到呢 你以前每次吵架的时候 那个说不上来的话的样子真是让人着急 我说不上来的话 话又说回来了 你说 那个詹姆斯对那个人功功尽尽的 嗯 他会不会就是 我抢的那自行车的主人 天哪 我现在太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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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世界上终于有一个被你欺负的人了 我继续努力 那一个男的 是什么样的 嗯 他 就 有一种人就属于那种长得还不错 但脸上就成天写着 我帅不帅 我哭不哭 就这种人 那还不错呀 这还不错呢 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第二面 我 对了 你今天怎么跑这儿来了 这家餐厅开业 我爸呢 受到邀请函 他懒得动 所以就我来吃这免费餐喽 人家都是顶着大太阳排着长队 你们家是VIP刘伟 到底是名校校长家的前进 就是你 你又来是吧 那要不要 我们一起再绕回去 哎 别别别 这家餐厅我以后绝对是得绕着走 我得咋够回家也梦想做饭呢 你差不多 你赶紧回去享受你的大餐吧 其实所有的高级餐厅都是一个味儿的 现在 我倒是很想去吃梦初夏的特色菜了 同不同意我去蹭饭呢 嗯 谢谢 您也是我家的VIP 哈哈哈哈 刚才皮二大师说 你居然在他家守了三天 对呀 那个老头脾气还蛮臭的 不过最后还是败给我啦 乔小姐对我们总裁 真是太有心了 谢谢 只是 以后不要再做这种傻事了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从小到大做的事情 你没有一件是我不傻的 好了 不说这些了 怎么突然回国了 该不会是梦初走了 沈哥哥 我有这么大胆吗 我这一次是正式回国 调到爸爸国内的公司上班的